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现在时间来看县内的农业持续朝向有机种植方向来努力 为了打通有机产品的销路 县府将每一盒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置在地安全的蔬果供应平台 另外也从食农教育来做起 未来各学校的营养午餐每周要有一天食用有机餐 让学生了解在地食材的文化价值 一盘有机餐,里头有米饭、滋瓜、生菜、番茄、水果 完全有机种植,味道口感清甜 县府将要推动了宜兰县在地安全蔬果供应平台 其中一项计划要从学校做起,要求学校营养午餐 每周至少一餐要采用在地食材 并将食农融入教学课程 让学生了解在地食材的文化价值 基本上来讲它们比较甜 它比较原色原味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菜吃起来 它的味道跟三四十年前的味道没什么样的 最主要是因为花华福有关的 那有机子,你如果是有机栽培的菜吃起来 它的原来的那种味道,它会很呛 对,它也会比较甜 因为你有机子肥料里头,它的养分,就是养分会比较高 就是微量元素会比较高 那微量元素就会导致食材本身的养分来增加 那另外我们学校的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 我们希望从下学期开始,每周一餐有机食材 那这样的话,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在地公餐的业者都有到场 那我们相关的学校校长都到场,未来我们会落实 在地安全输果供应平台,惠美和生产者与消费者,掌握当即盛产农产 由县府农业处协助各机关团体采购,后续也会持续推广到县内五星餐厅,观光产业 那我们新政府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友善耕作,有机的政策能够落实推动 我们现在由农业处这边来整合一个产销的平台 那我们现在在整合包括像新政府的同仁 我们要组成有机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社 或者是我们把这样的模式推到相关的学校、医院,重视静岗的这个族群 目前宜兰县种植有机农业的面积有428公顷 包括了稻米、蔬菜、水果和特有植物 参与种植的农民有200人 而平台预计在103年驾售网页 提供更及时便捷的完整资讯 宜兰县记者,黄竹,看什么道